大家好 今天开始第四讲回撤报告分析 我是陆坚 从今天开始 在接下来的几节课当中 我会把我在程序化交易中的经验 当然也加上教训来一起分享给大家 在过去的几年中呢 我一直从事编写策略 测试策略和进行试盘交易 主要使用哪些平台呢 主要有TB 也就是开拓者和MC 外盘期货的交易呢 主要是用Tradestation 简称TS 外汇交易使用的是MT4 股票用Python 股票呢 没有用程序做自动交易 主要是用这个Python来做 一些选股和历史行情的回撤 所以呢 对这些主要的程序化平台语言 和语言呢 都有在使用 也都是有十本交易的经验 在这当中呢 特别强调一下Python Python我们可能了解的人并不太多 它是一个程序语言当中的一个后期之秀 在近年来呢 它在金融行业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利用 国外像华尔街啊 好些基金公司 金融分析公司都是在使用Python 那么 我预测呢 Python在进口的几年 十几年当中呢 会在金融分析 金融交易行业呢 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不仅仅是分析 甚至试盘交易 都是可以用Python 来通过一些专门的接口 和期货公司和证券公司 做对接 可以实现程序化交易 那么我们在做的都是进行过 这个交易 不管是期货也好 股票也好 外汇也好 我们都是从事过主观的交易 那我们先回想一下看 每当你有了一个新的交易想法 你怎么样才能知道说 这个交易想法到底能不能赚钱呢 那我们只能用什么办法来 来知道呢 通常我们只能用模拟交易 或是用试盘交易的小资金 小资金来试盘交易 来测试效果 那这样的测试呢 没有三个月 是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的 对吧 那即使这三个月让你盈利 你就有信心说 这个策略能让你在今后的 黄金当中继续盈利吗 或者说这三个月盈利了 你知道说 它在其他的月份的表现怎么样呢 以五年来讲 五年总共有六十个月 三个月盈利 你怎么知道说 在另外五十七个月 它的表现怎么样呢 在那另外的五十七个月 它是赚钱而是盈利的呢 对吧 又退一步讲 假设在这六十个月当中 总的效益 总的收益 是赠的 总的收益 是盈利的 那么 你知道说 这个策略 使用这个策略 它最大的风险在哪里 什么时候会出现 这个最大的风险呢 对吧 那么在没有回撤报告当中 上面的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没有答案的 或者说是很难有答案的 对吧 那么所谓的回撤报告 它就是说 让策略在过去的历史行情当中进行模拟测试 从而告诉我们说 这个策略在过去的历史行情中的表现 它不仅仅告诉我们 它过去的历史行情当中 它能带给我们多少收益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 它告诉了我们风险 回撤报告 它告诉我们说 在过去的历史环境当中 这个策略最大的风险 有多大 这个风险在什么时候会出现 另外 回撤报告呢 它还是我们评估策略 之间优劣的一个依据 比如说策略A和策略B 到底哪一个更符合 我们交易者的性格 哪一个更符合 账户的规模 哪一个更符合 我们资金的 对于损失的承受能力 所以说只有通过这个回撤报告 通过回撤报告当中的 一些指标的分析 才能够让我们知道说 到底策略A还是策略B 是我们应该来使用的 是吧 那么所以呢 回撤报告 它是我们程序化交易的 强大武器之一 另外一个强大武器就是 可以做自动化的交易 对吧 自动化下单 可以自动开仓 自动平衡 那么回撤报告是 其中的强大的武器之一 那么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看 回撤报告的重要指标 有哪些重要的指标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指标 来分析我们的策略的优劣 好 第一个净利润 净利润就是总利润减去总亏损 减去总成本 这个就不解释了 显然意见 第二 胜率 胜率呢 是盈利次数除以总交易次数的百分比 好 假设我们交易了100次 盈利30次 那我们的胜率就是30% 第三 盈亏比 盈亏比 是平均利润 除以平均亏损 好 假设我们 总的 盈利 净 总的盈利 总的盈利为10万的话 我们呢 总共又进行了100次的交易 那平均的盈利呢 就是10万除100 就是1000 那平均亏损呢 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这个 百分比 比值呢 就是 这里的盈亏比 在后面呢 我们会讲到胜率和盈亏比 它的平衡的关系 才能够来 说明我们这个 这个策略到底是能够赚钱的 还是不能赚钱的 或者说的专业一点 就是说 它的收益期望值是正的 还是负的 胜率高 不表示它是一个好的策略 胜率低 也不表示它是一个差的策略 同样道理 胜率高 也不见得说 这个策略就一定赚钱 胜率低 也不见得是一定赔钱 它必须是 结合胜率与盈亏比 才能来得出这个收益 期望值的 这个数值 第四 最大资产回测 这个数字呢 就是交易时段内 资产从峰值回落到 股底的最大值 那么 这个最大资产回测 有多大 和它出现在什么时候 那对我们的账户的 这个风险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举个例子 如果说 它这个回测 发生在 这个账户 刚刚 开设 进行交易的时候 那这个最大的回测 就直接是我们 最大的本金的损失 这对我们账户的影响 就非常大 相反的 如果说我们这个账户 已经 操作了一段时间 而且呢 又有了一定的利润的话 那这时候 再出现一个最大资产回测呢 那对账户的 风险来讲 对账户的风险来讲 就稍稍要小一些 比前一种情况 少一些 那么还有一个 关键的问题 就是这个 最大回测 到底有多大 所以占了我们账户 总资金的 10% 还是20%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数字 第五 那么就是每手平均净利润 这个每手平均净利润的定义是 净利润 总的净利润 除以交易手数 总的交易手数 那对于这个指标 我还是比较看重的 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这个策略 对成本的敏感度有多大 第六 收益风险比 这个指标呢 通常来说 是由我们这里所写的这个定义来定义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年化收益除以 最大的资产回撤 年化收益 就是说 它平均一年当中的收益 来除以最大资产回撤 是以这个来定义的 但是呢 不同的程序化平台 或者不同的软件 它有的时候 还有不同的定义 在这个上面 我就见过 有一些平台是怎么定义的呢 它就是使用的是 在历史回撤期间的 所有总收益 除以最大资产回撤 举个例子说 我用过去五年的行情做回撤 过去五年呢 我总的利润是一百万 然后呢 这期间最大的回撤呢 是二十万 那我这一百万除以二十万 那我这个收益风险比就等于五 有一些平台是这么定义的 那在我们这里的定义呢 是年化收益 除以最大资产回撤 那以刚才的例子的讲的话 总收益是一百万 总共是五年 那我每年平均呢 年化收益呢 就是二十万 那二十万除以最大资产回撤 二十万 那收益风险比就是一 那用我们这个定义是一 用另外一个定义是五 那这两个数字就没有可比性了 对吧 所以在我们使用的时候 我们必须搞清楚 我们的这个 在这个平台上收益风险比 它的定义是哪一种 OK 再接下来 接下来还有五个是常用的评估指标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第一是交易频率 于时长周期 那这个就非常 非常就是直接 交易频率就是说 我平均多少周期交易一次 这个周期是以你所调用的 这个这个K线来讲的 比如说我的K线是日线 那我可以讲就是平均多少天 交易一次 如果说K线是15分钟的 那可能就是多少个15分钟 你交易一次 这是你的交易频率 对吧 那么职场周期 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在这个职场周期呢 有的时候是可以作为我们 编写策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 这个策略回车报告当中 显示这个策略 它的所有盈利的交易 平均职场周期为三天 那所有亏损的交易 的平均职场周期为五天 那么也就是说 当一个交易 职场超过三天以后 它很有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是 就很有可能 不会再变成一个盈利的一个交易 很有可能最后是以止损而收藏 那么当我们有了这种 回撤的指标 告诉我们这个消息 告诉了我们这个策略 有这个特点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个 来做一个止损的策略 叫时间止损 也就是说 当我这个持仓 超过三天的时候 我考虑就是该止损 因为从回撤的结果告诉我们 大于三天的持仓 它要转化为一个盈利交易的可能性 很小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 让我们在编写策略的时候 来考虑使用的 另外一个呢 叫交易次数 那么简单讲就是 在这整个回撤期间 总共交易了多少次 第三个是下谱比率 下谱比率的定义呢 是投资组合平均利润率 减掉无风险利润率 再处于投资组合平均利润率的标准畅 那么这个定义呢 稍稍有点专业 稍稍有点拗口 实际上呢 如果说用比较直白的话来讲呢 它表示的是什么呢 表示的是收益曲线的光滑度 就是说你这个收益曲线的句子 大 还是呢 句子很小 比较光滑 下谱比率越大 你这个收益曲线呢 就越光滑 你这个句子呢 就越小 可以就直接就这么理解 也是更容易 好 第四 最大使用资金 这个指标告诉我们 这个策略 在这个历史行情的回撤期间 曾经使用到的最大的保证金有多大 你付出去的最多次 最多的时候 你付出了多少的保证金 那么 在股票交易当中 可能没有保证金这一数 就是说你走最多的时候 你用了多少钱去买股票 那期货当中呢 它用的是保证金制度 就是说你最大付出了多少的保证金 那在我们实盘交易当中呢 常常使用的是多策略 多品种 也许比如说一个策略 我们可以用十个 甚至更多的品种商品来做交易 那么这些商品呢 它行情并不是同步的 对吧 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 十个商品都开仓 或者说呢 有的时候呢 商品呢 有部分开仓 有的在开 有的是空仓 还有的时候呢 它商品A上面是 开的是多仓 然后呢 商品B上面呢 开的是空单 对吧 这当中呢 会有各种不同的情况 那么你人是很难统计说 我到底用了多少钱 都用了多少保证金 它这个程序呢 回测报告呢 可以非常精确的告诉你 在这个回测期间 你最大使用的资金是多少 第五就是交易成本 所有的交易都存在成本 包括比如说 这个交易所的手续费啊 这个股票公司 证券公司 或者期货公司的佣金啊 当然更包括 你交易时候产生的摩擦成本 对吧 包括花点啊 等等等等 所以这些交易成本 是 都需要被计算进去的 这些交易成本 每一次看都它微不足道 很少一点 对吧 几块钱 交易期货的话 就几块钱 十几块钱 或者几十块钱 都看看都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 当你把它 一笔一笔都加起来以后 它将是会是一个 非常非常 巨大的一笔开支 甚至我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交易成本 我们几乎所有的 交易策略 都是能够赚钱的策略 但是 由于交易成本的不可避免 相当大一部分的 交易策略就变成了 不挣钱 或者是赔钱的交易策略 对吧 那么在我们 周期越短的交易当中 这些交易成本 就显得越为巨大 那么很多市场上 比如说有一些 策略也好 交易系统也好 选择他们都赚钱的 不妨仔细看一看 他在交易成本这块 有没有 也计算进去 算了多少进去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说 没有这个交易成本 算进去的话 我可以说 我的所有的交易策略 我拿出来都是赚钱的 那我们介绍了这十一个常用的和重要的评估指标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 在TB中 我以TB做个例子 就是说怎么样 得到这个回撤报告 打开TB 这就是TB的一个图表窗口 在这里呢 我已经加载了一个策略 那么这里第一个图 这个是罗文刚五分钟的一个图 那我要得到罗文刚的一个回撤报告 是怎么得呢 就是我选上这个回撤 这张图表 然后点击这个图标 叫投资组合新门测试报告 点击 好 那我们得到了呢 就是这么一个回撤报告 它呢 分成了1 2 3 4 5 6 7 8 8个页面 每个页面呢 显示了一些不同的数据和指标 告诉了我们的一些不同的内容 第一个页面呢 就是交易汇总 这个交易汇总就是列出了 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一些 重要的和常见的一些指标的数值 比如说净利润 交易手数 平均利润 出于平均亏损啊 也就是我们说的盈亏比啊 当然还有胜率啊 全部都是在这边 胜率就是在这里 盈利比率 对不对 38% 当然还有平均自上周期啊 平均盈利周期啊 等等等等 全部都在这 交易成本啊 最大使用资金等等 都在这儿 那第二个页面呢 是一些交易上面的进一步的分析 包括比如说连续盈利 它是多少啊 几次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两次交易 两次连续盈利出现了几次啊 等等等等 这些啊 这些信息都出现在这一页 那么第三页呢 它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是列出了所有的交易级 就是说你在这个交易期间 回测期间 所有的交易 全部在这里一笔一笔一笔 非常清楚的列在这 包括你什么时候开仓呢 什么时候平仓的 对吧 那么在这一笔当中呢 交易当中呢 你是赚了多少 盈利是多少 就这里 盈利是多少 亏损是多少 交易成本又是多少 对吧 这个数量就是首数 非常相信 每一笔都列在这 那这一页呢 也是我们在做程序化 策略设计的时候 我们来对照 我们设计策略的开仓 平仓点位 与实际开仓平仓点位 是否有差距 是否吻合 这就需要在这里 一笔一笔去对比 这是一个非常单调 无聊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是必不可少的过程 每个做过程序化交易的人 都会经历过这一点 一笔一笔去比较 接下来这个平仓分析 这个平仓分析 主要是告诉你说 你平仓的时机 和平仓之前 你最大的福盈和福亏 分别是多少 就比如说我做了一笔交易 罗文刚 然后最 我吃长了五天 然后平仓以后呢 我这一手呢 赚了一千块钱 然后呢 他就告诉你 在你平仓之前 你这一笔交易 最大的时候福亏是多少 同时他也告诉你 你在这笔交易 平仓之前 你最大的福盈 曾经是多少 比如说我曾经是 最大的福盈是两千 最后我平仓的时候呢 实际盈利呢 是一千 那这时候呢 你是否是需要 稍稍反显一下 为什么我的福盈 从两千 降到了一千 最后一千的时候 平仓呢 那这个时机是对 还是不对 是否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等等的 是吧 在下面一个页面呢 他告诉是一个阶段总结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页面 他告诉你了 你的这个 你这个策略 在不同的时间段之内 他的表现怎么样 你 这个报告为例的话 他告诉你 从2013年到2018年 这五年当中 每一年 这个策略的表现 13年 14年 等的 17年 我们看到 只有一几年是亏损 其他五年都是年龄 对吧 那在下面 他甚至可以告诉你 在这五年当中 每一个月份 他的表现怎么样 是盈利的 还是亏损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 非常 直接的看到 这个策略 他最大的 亏损 连续亏损 13个月 对吧 最大的连续亏损 13个月 最大的连续亏损 13个月 从来没有一次出现 连续4 3个月以上 连续4个月以上的亏损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这里面 有没有办法可以改进我们的策略呢 比如说 我连续3个月亏损以后 我第4个月 我就加仓了 我就增加我的头称了 是吧 因为 从我的历史回撑报告告诉我 非常大的概率 第4个月 连续亏损3个月后 第4个月 它是会是盈利的一个月 是不是 那这时候我增加头顺 是不是对我的有 对我整个策略的表现会更有利呢 等等 对吧 这就是会是另外一个思路 好 再接下来这个页面 资产变化 它实际上就告诉你 在整个回撑期间 你每一个周期 你的动态权益和静态权益有多少 对吧 所谓静态权益 就是说你的净值 你的账户的净值有多少 所谓动态权益 就是说你现在 你的净值加上你的福音福亏 最后得出这个动态的 动态的权益有多少 那么这个是告诉你 就是每一个周期 如果你这里加载的是五分钟 它就告诉你 每五分钟是怎么样 如果你在加载的图表是一天的 那就告诉你 每一天是多少多少多少 下一个页面 就是图表 这是一个最最直接 最最直观的一个 告诉我们策略表现的一个页面 只要这个收益曲线 是从下往上在走 从开始的时候 在下面逐渐逐渐 逐步提高的这么一个曲线 收益曲线 那告诉我们这个策略 就是一个赚钱的策略 起码是不赔钱的策略 那反之如果说这个收益曲线 是这么斜下走的话 那说明它一定是一个赔钱的策略 好 那么 这一个页面就是一个最直观的 你一眼看过去 就知道说这个策略 大致的表现怎么样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策略的一个收益曲线的一个光滑程度 到底是很多句子 很大的句子呢 还是小句子 像这一段就很小的句子 非常光滑 到底还是像这一段 你看这个句子就明显增加 那么不同的策略 它就会有不同的这个收益曲线 它就告诉我们策略的不同表现 那么最后一个页面 它就是列出了所有在策略当中的一些设置 这些都是我们人为设上去的 包括这个会设的事件范围 用什么周期的K线 用什么商品 包括我们这个保证金的杠杠比例等等 收取费 就这个交易成本等等 这都是手设上去的人工设上去 这就是我们完整的一个交易策略 在TB当中 完整的一个交易策略 回车报告 那么不同的交易平台 不同的软件呢 会有不同的交易回车报告 会有区别 那么万别不离其中 就是一些关键的指标 关键的一些内容呢 都是一样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讲一讲 知道了我们这些回车报告当中指标的不同的含义和它的作用 那我们来说 怎样评估一个好的交易系统 怎样来评估一个好的交易系统 第一呢 就是收益的期望之为正 就是一个策略 它必须是一个正前的策略 对吧 一个赔钱的策略 谁都不想用 它必须是一个收益的期望之为正 必须是一个正前的策略 但是呢 我们必须明白 回车报告 它是测试策略在历史航行当中 也就是说是在过去的航行当中的表现 过去的航行表现 并不等于未来航行中的表现 换句话说 在回车报告当中 是赚钱的策略 并不代表这个策略 在未来的航行当中 归属赚钱 这个概念我们必须清楚 但是呢 一个在历史航行测试当中 不赚钱的策略 或者说回车报告当中 收益为负的策略呢 肯定是不能用于石盘交易 第二呢 是平衡的胜率与民亏比 那么刚才已经讲过 就是说胜率的高低 不能与策略的赚钱亏损 直接产生联系 他必须与民亏比 结合在一起 才能来判定一个策略 他到底是 收益期望之为正 还是负的 任何把胜率与民亏比 单独拿出来讨论 都是 意义不大 我举个例子来看看 就是在我们的 希望收益等于什么呢 希望收益 他的就等于胜率 乘上平均率认 平均率认减去 一减胜率 一减胜率就相当于 就是输的概率 就是我们叫负率 或者叫负率 乘以平均亏损 那么假设 我们有个策略 他的胜率是35% 盈亏比12% 那么他的期望收益是多少呢 是0.7 减去0.6 那么他的期望收益 就是0.05 是正的 也就是说 我们每投入一块钱的成本 一块钱去投资 那我们期望呢 收益可以拿到多少呢 会得到0.05元的回报 那么第二个策略 我们看一下 这个策略呢 他的胜率等于60% 盈亏比呢 等于0.5% 那么盈亏比 0.5%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说每次我输的时候 输 两块钱 赢的时候 每次赢 一块钱 对吧 那这种情况 他的盈亏比就是0.5 对不对 或者我赢的时候呢 每次赢1000块 输的时候呢 每次输2000块 这就是盈亏比 对于0.5 那么当胜率等于60%的时候 盈亏比等于0.5 那么他的期望收益 等于多少呢 希望收益等于计算 就是公式就是这样 0.3减去0.4 得到的结果就是负的0.1 那么也就是说 我每次投资一块钱 我平均下来 可能就是要输掉一毛钱 0.1元 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 胜率低的策略A 他的胜率只有35% 但他恰恰是一个赚钱的系统 胜率等于60%的策略B 它却是一个赔钱的系统 从这个例子就可以非常明确的 告诉我们胜率高于低 于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 这个交易系统赚钱还是亏损 是没有必然的联系 必须加上盈亏比这个参数 盈亏比才能够告诉我们 你这个交易系统的 企划收益是正 而是负 那如果说以后大家碰到 有一些交易系统的广告 我告诉你说我们这个交易系统的 胜率为80% 那这时候你就不妨要问问 你的盈亏比是多少 如果这个盈亏比是一个很低的数值的话 哪怕他的胜率是30% 胜率是80% 他仍然是一个不赚钱的系统 这个概念非常非常重要 每个人必须牢牢记住 大家如果说记住了这个概念 我觉得今天这堂课 大家就没有白听 那么第三个 第三点呢 就是一个好的交易系统呢 回撤报告当中 起码要有30% 有30次以上的交易次数 回撤报告 如果说你的交易次数 达不到30次以上 那你的所有的指标 或者得出的所有的数据 都缺乏统计上的意义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常说的样本数不够 样本数不够 那么所以说呢 在这里说 你这个回撤报告 必须要有30次以上的交易次数 那如果说你的回撤报告 出来的交易次数 少于30次怎么办呢 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 拉长你的历史行情的时间范围 本来你回撤了两年的时间范围 现在拉长到三年四年五年十年 对吧 这是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 缩小你的时间周期 本来你测试的是日周期 那是看看在小时周期 30分钟周期 看看这些交易的次数 是不是能增加 当然了 我们这些交易次数的增加 不是为了增加而增加 必须它有实际上的 这个逻辑上的意义 那比如说 我本来是测试的 我这个策略的逻辑 是建立在日K线的基础上 结果呢 你为了这个交易次数 抛弃这个日K线不用 而去用小时K线 或者15分钟K线 那这就是你的交易策略的基础 已经不存在了 那你这样去 为了交易次数而增加 这个交易次数 那是得不常识的 也不建议这么做 第四呢 就是交易次数 收益风险比 必须有2到5的收益风险比 这是一个经验数值 那么相当多的私募基金 或者一些机构 他们做交易的时候呢 这个收益风险比 必须要达到3 或者以上 他们才愿意图现去做 小一三 他们都非常犹豫 或者说干脆就 作为一个原则所不用 那么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 就是我的一些策略呢 基本上在收益风险比2以上 我就会放到试盘里面去使用了 第五 就是显出大于交易成本的单比基础 那这个在前面也简单的讲到了 每次这个单比基础的大小 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个策略 对于交易成本的一个敏感度 对吧 我举个例子 如果说我这个策略A 我的单比基础是1000块 就每次交易一次呢 我平均赢率是1000块 而另一个策略呢 它的单比基础 等于50块 但是呢 因为策略B呢 单次单比基础 50块这个呢 有更多的交易次数 这么总的来说呢 就要策略A和交易策略B呢 它的总的盈利呢 是差不多的 相当 但是呢 他们的单比基础呢 差了很多 一个是1000 一个是50 那这两个我会更喜欢用哪一个呢 显然 我会更喜欢用单比建立1000块的 这个策略 为什么呢 因为说 当我使用策略A的时候 我的交易成本 如果有略微的提高 或者说有大幅的提高 比如说我每一次交易的成本 增加了50块 那对我这1000块的盈利来讲 可以忽略不计 5% 1000块里面 我就每次少赚了50块 那变成了每次平均交易 每笔平均利润呢 变成了950块 影响不大 但是策略B呢 我本来就是每一笔平均利润是50 现在每一笔增加了50块的这个 交易成本 那我变成平均利润就是为0了 对不对 那我这个策略就变成了一个不赚钱的策略 是不是 那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个策略如果它有单笔净利 非常大的话 在交易成本上有一些 变化 有一些增加 对整个策略的表现影响不大 反之 这个单笔净利比较小的策略 对交易成本的敏感度就非常大 少少有一点交易成本的变化 对这个策略的表现就影响非常大 好 那么第六点就是最后一点 就是这个策略的最大回测呢 要在一个可控范围内 这个最大回测其实没有说多大是一个合理的范围 是没有的 根据这个账户的交易者管理者的一个性格 根据这个资金的来源 根据这个交易者对风险的承受能力的不同 实际上这个最大回测的影响是不同的 有的人他只能忍受最大回测5% 而有的人却可以忍受20% 如果说这个资金是募集来的资金 可能你这个最大回测就不能超过百分 整个账户资本的10% 那如果这个资金全是自由资金 那也许他回这50% 他觉得都可以忍受 所以这个范围是非常宽泛的 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范围 但是呢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 在你的策略上 在你的这个设计思想当中 都要把这个最大回测 都是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 最大回测也就是我们的风险 我们也就是把这个风险 要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 初始资本的问题 我们这个初始资本越大 我们这个回测呢 就是越容易控制 这个呢资金管理这个题目 在后面的一档课当中呢 我们会继续的详细的讨论 今天的课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